车相关的行业里我们设计师都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可能有些人第一次感觉就是车上的那块屏幕 其实不只是只有那块屏幕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了 你进入车以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那块叫Infortainment System的这个东西 那因为有不同的车的类型 尤其是最近有新的一些新能源的车 所以这个叫Infortainment System的这个东西 它也会根据你车的类型做一些改变 好比说汽油车的话 那可能我们这个系统就要显示一些你的油量 还有附近的加油站 那电车肯定就是一定要显示的是你的电量 还有附近的充电桩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self-driving的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但是我相信未来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 达到level 4或者是level 5这种非常厉害的不动驾驶的汽车 那到那一天的话可能我们的系统就会有更多新的功能要显示了 第二个我列的其实是手机APP 这个原因的话就是手机嘛 它是一个非常便捷 然后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一个设备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能让用户随时的看到一些跟车的状态相关的信息 还有就是如果你人在家里 然后你想把车提前加热啊 或者提前置冷 其实呢手机也可以达到这种远程控制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个是手机比较常用的两个方向 第三个可能大家会比较兴趣觉得 哦就是网站能做什么 那网站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显示大量信息的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当然第一点就是用户可能觉得就是他很好看到 然后他可以用电脑去看 他可能干一些比较正经的 比如去买车或者这种事情 他更多会想用网站 那这个时候各大厂商可能他们就会用网站来宣传自己的品牌 以及用网站来卖一些他们自己的车以及周边那些东西 那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小伙伴不会接触到的领域就是 其实网站也可以用来进行大批量的车辆的监控 那我自己合作过的一个项目就是 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送快递的这个业务可能会用到卡车 其实卡车司机不一定都是个人行动的 他们很多司机都是有自己的管理公司 那如果在管理公司的这个主管部门 他需要了解各个车辆的位置啊 还有他们当前的情况 甚至是司机有没有在打对这种信息的时候 那这种group vehicle management 这种东西就需要用到网站了 而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可能就做不到这里 第四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 也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领域吧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Meta公司 然后推出了元宇宙这个概念 所以最近这个VR可能是一个很火爆的一个主题 还有一个就是AR 它是augmented reality是增强现实 然后VR是virtual reality 它是虚拟现实 这两个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了解它具体是什么 那我如果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方法来解释的话 AR就是在现实的场景 然后叠加了一层电子信息 那VR就是你整个人用一个头戴的设备 直接沉浸在了一个虚拟的3D的世界里 听了这两个解释以后 其实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天然的优势 就会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AR它是要叠加在现实的生活中的 所以在我们汽车的这个行业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达到就是帮助用户来增进它的安全 然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到道路上的一些危险的信息这种用途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VR的用处 那VR既然它是一个比较沉浸式的体验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更多的它会用到 比如说一个汽车的制造 我看到过有一些厂商 他会用一些VR的那种交互的体验来教他的新员工 怎么在工厂的那种生产线上去放一些东西或做一些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我看到一些概念车 他可能暂时还没有把实体车造出来 他就会用VR的形式让他的客户带上这个设备 然后提前看一下 这个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 然后坐在这里面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VR可能 VR试车可能更多的像是在玩一个游戏 而不像是一个真实的驾驶体验 所以我自己可能在这方面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涉入 接下来我会讲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做这个汽车的design的 那其实这个流程它应该能apply了很多UX设计方面 所以我这里会高亮一些 我觉得是汽车行业比较独有的一些点吧 首先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汽车行业它的整个流程是非常 它的生产线非常的长 哪怕是到了我们这种制作车载系统的这种第三方的公司 我们也会被要求 就是客户会要求我们说 你们要提前一年把这个软件做好 我们要把这个deadline卡在提前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记得我入职的时候 可能17年18年的时候都在做19年2020年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车里的软件是有严重的滞后性的 当然最近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很多的车已经变成了connected vehicle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联网了 就像你的手机一样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偷偷在后台 推一些就是软件的更新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你的苹果手机 或者你的安卓手机定期的会有一个系统更新一样 现在车里的这些设备 车里这些软件也可以进行一定的更新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整体的process 然后可能有些小伙伴他也是刚设计入门 他这个流程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会稍微详细的讲一下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feature definition 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有客户的话 客户肯定是需要提出一些他们的要求的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也是不同的 就是我们非常要考虑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这种 对道路的管辖 他们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要求 好比说我们最近公司在做一次research 然后在research的过程中 我发现就是美国加州这边 它对于你能把你的手机mount在哪个地方 就放在哪个地方 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而我们其实整个加州居民很多人 也许他的那个放手机的位置都是违法的 所以这个我们至少作为一个车载系统的一个制作的过程中 要了解一些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 当然这个internal meetings在最开始定义一个功能的时候 也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个就是user feedback 可能车的这个领域跟手机还有网站又不一样 手机和网站的用户呢 它其实他们能很容易的通过点一个button 或者是点网站上的某一个表格 然后就发送一些他们的反馈 但是汽车这个行业吧 很多用户都懒得去提交反馈 如果真的要提交我们当时research的时候 也发现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打个电话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制作车载系统的一个方面的人 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用户的一些最直接的feedback的 所以但凡有用户主动的提交他们的feedback 那应该是他们忍的不能再忍的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的 这个是在定义整个需求 定义整个功能的过程中 我们要在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些调研 然后当然就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去和其他同类竞品的一些比较和分析 早期的可能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比较值得去做竞品分析的产品 只有特斯拉呀 还有宝马 以及苹果的carplay和安卓的android auto这几个 近些年随着这种造车新势力的兴起 有一些也做的不错的一些产品 可以供我们参考了 但是整体上可能它不像其他的平台一样 有那么多可以比较的一个竞品 这个阶段当然我们也要去请一些用户 然后进行一些用户的这个interview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说现在很多联网的汽车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是会在后台偷偷放一些trigger 当然这些是经过了用户同意的 就是是他们接受了一些privacy方面的一些term 以后我们去放的 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在后台默默的收集 用户经常点哪个键 然后用户喜欢使用哪个平台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到的这些信息 然后也做一个我们research的部分 然后在做设计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喜欢什么 第三个大的方向 当然就是开始进行一些 就是头脑风暴 然后做一些最简单的wireframe 这个阶段的话 我感觉我们似乎是要比其他行业更多的来 拉我们的开发团队进来进行讨论的 因为很多东西 其他的平台可能已经有现有的一些版本 你可以去模仿 但我们作为一个做车载系统的这样一个designer 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新的 然后我们很多的创意可能也是非常天马行空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把它开发团队拉进来的话 可能他们会觉得 就是你做完了整套设计 他们会告诉你 这个根本不能做 我在早期犯过这种错误 所以就是也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一点 还有就是当然我们需要跟其他designer 还有产品经理去一起看一下我们做的东西 还有就是用一些像是user survey 然后在网上去发一些问卷 然后去核实一下我们的设计是不是合理 这些都是一般的设计都会出现的 第四点就是我们会进行一道一个high fee 一个比较后期的设计的一个流程 然后在这个阶段 当然我们还是要跟更高层的designer去进行review 然后也可能如果我们有client的话 也需要保证他们满意我们当前的设计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会 如果这个公司的UI和US designer是分开的话 可能也要拉UI designer过来开始做视觉的设计 这个视觉设计可能车载系统现在扁平化设计 并不是很多 然后业内的流行还是一种拟物化 或者是拟物和扁平设计的一个结合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UI designer一般它的工作量 其实还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作为US designer也要确保 你在你的主线的flow比较完整的情况下 你还要想到方方面面可能导致用户出现危险情况的那种edge case 你也需要把那种情况给解决掉 接下来这个可能是跟我们行业最安全性的注重导致的 就是我所有的client 甚至当我没有client的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把所有的flow就是写得非常详尽 然后全都给记录下来 我自己大部分的documentation 就是这种写文档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还要打拼出来 可能都是几百页的数量集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车载安全第一 然后我们也要确保就是你的客户了解 甚至我们团队内部自己了解你的这个系统的方方面面 所以会写的比较详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跨国企业 你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话 可能还会要做一些本土化的设计 好比说英国是在右边开车的 好比说阿拉伯是从右往左读文字的 这些都要考虑 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翻译什么的 当然这些很多公司都会设计 我就不多讲了 最后一个点就是testing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最最最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的用户是真的要在路上 可能会使用你的系统 所以我们会确保用户在testing的时候 都是在车里test 而且我们会设计一些很特殊的一些任务 有时候会让他们在开的时候去完成这个任务 有的时候会让他们停在一个特定的停车场 或者一个特定的地点 然后完成这些任务 这些我觉得可能是其他的设计 他不会这么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流程 その时候